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我们书接上文 继续分享我在今年双十一 在拼多多上百亿补贴买的一台M1版本的MacBook Air 具体的使用感受用了一个月 上集分享了几个经验 那么我们继续 现在是下集 先说一个显示数据线连接的问题 苹果笔记本自带的那条白色的线 又可以当充电线用 又可以当数据显示线用 我用这条白色的线一头连接笔记本 另外一头连接显示器 我的显示器是AOC的U27URD 支持4K Type-C供电加显示65W 我买这台显示器之前 先做好了比较充足的准备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连上线之后 显示器是黑的不能点亮 我先咨询的是苹果客服 客服说苹果笔记本自带的这条白色的Type-C线 它支持雷电三协议 是可以支持显示的 但是你这个显示器得需要支持雷电三协议才可以 后来我就咨询了一下AOC的客服 跟他说明情况之后 他立刻跟我说 你用一下显示器自带的那条黑色的Type-C线 我试了一下果然好使 原来这条黑色的线 它支持的显示协议是DP 这台AOC的U27URD显示器 Type-C口的显示协议 它支持的是DP协议 所以要用DP协议的数据线连接苹果本才可以 这样我就明白了 苹果本自带的那条白色的数据线 Type-C线 它是不支持DP协议的 它只支持雷电三协议 等以后如果我要换了一台支持雷电三协议的显示器 就可以用那条笔记本自带的Type-C线连接显示器了 这一点我在买笔记本买显示器之前 还真没有研究到位 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这两条线我对比了一下 还是苹果本自带的那条线更粗壮 说到数据线连接显示器 这一个月也出现点小问题 说不好是哪里出的问题 因为我这个笔记本经常合盖使用 如果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 第二天我在开显示器的时候 鼠标键盘经常没有电 没有供电 也就不能唤醒显示器 这种情况有时候能出现 有时候不能出现 我也很纳闷 还找不到原因 可能跟我平时关显示器有关 也有可能跟这个 Hub连接鼠标键盘有关 也有可能跟苹果本的系统有关 也可能跟苹果本的硬件有关 所以这个月我经常用的方式就是 把笔记本放在右侧的音箱上面 开盖使用 或者等我需要盒盖的时候 先把它开一下 唤醒显示器 再给它盒盖 竖放到支架上 有点小麻烦 但是目前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经常换不行 白天还好说经常能唤醒 特别是一到晚上 经过一晚上睡眠 特别是这晚上还关闭了显示器 鼠标键盘 甚至笔记本都是没有供电的 但是等到第二天 我开个显示器应该有供电了 但是这时候还是不能唤醒 有的时候鼠标键盘有电 但是屏幕不亮 有的时候屏幕亮了 鼠标键盘没有供电 很奇怪 所以说只能先这么凑合着用吧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习惯了就好 说下一话题 这个MacBook Air的M1版 用了这一个月给我的感觉 最主要的感受就是快 比如我每天都会在今日头条 那个头条号 还有B站的后台 微信的公众号平台 油管这些网站上面 去上传发布视频 其实就是上传视频的这个动作 我感觉它只是上传 它不需要太多的CPU或者响卡资源 只需要网速 实际上啪啪打脸 比如我之前用的那个MacBook Pro 是2013年末的版本 我以前经常用它在这些网站上上传视频 特别是油管和微信的公众平台上传视频 那个较慢 而且它还会占用大量的CPU资源 上传个视频 你也不能做其他别的事 就算上上网也不可以 也会卡得一塌糊涂 但是这种情况在头条号还有B站上面并不会出现 换了这个M1版本的iR之后 这个问题改善好多 不论是油管还是头条还是微信公众平台 上传都挺快的 而且不会影响其他的操作体验 后来我分析了一下 这个油管还有微信公众号 特别是微信公众号在上传视频的时候 它会边转码边上传 它并不是说你上传一个两个G的视频 它把这个两个G视频上传到云端 再解码再处理 它会在你的本地上 用你的电脑的CPU或者显卡 应该它不会用到显卡 只用到CPU 用CPU来进行转码 转点码它上传点 一边转码一边上传 所以你的电脑就会慢 而且我感觉它的这个转码 还不支持硬加速 纯软件 用CPU来转码 你的电脑能补慢吗 还好这个ME版本的IR速度还是挺快的 这些都能扛过了 我们平时在用电脑的时候 这个速度快慢 我感觉主要由三方面组成的 这三方面缺一不可 一个是互联网的速度 上网的上传和下载速度 另外一个是CPU的速度 或者是叫SOC 那个芯片的速度快与慢 还有一个就是内存的大小 如果内存小了 剩余内存不足也会导致卡顿 我之前的那个MacBook Pro也是8GB的 内存也没问题 网络也没问题 我之前的那个MacBook Pro和现在这个M1的IR用的都是同一个网络 区别就是这个CPU或者是SOC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那台MacBook Pro是2013年末的版本 我是2014年初买的 那个年代的硬件配合那个年代的软件是没问题的 相辅相成 谁也都不拉胯 甚至到了2016年估计也不会拉胯 但是到了现在毕竟是7年多了 现在的很多软件 比如谷歌的浏览器或者视频的边界码以及网页用到的一些技术 它需要比较新的芯片给予支持才能更流畅的运行 但是呢我这台老的MacBook Pro它是比较老的硬件是2013年的硬件 它根本不知道2021年或者2020年的时候软件你需要什么 所以2021年2020年的网页技术或者视频技术 在这台2013年的硬件上运行的时候 它是不支持的 虽然不支持 但是它也可以用CPU软解的方式给算出来 所以会占用大量的CPU资源 遇到这种情况 这个老MacBook Pro就显得很疲态 性能不够用了 所以我这台老的MacBook Pro 有的时候感觉够用 有的时候感觉不够用 我估计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欢迎懂的同学给评论 帮我指正 又是8分钟了 看来这一集也不够用 那就下集再见